另外好像我剛剛有提到一個叫offset 其實offset我有實際上做過 也可以做出要的結果 offset 這個offset的話基本上 你們有時間的話也可以試試看 offset是什麼 Reference 參考 然後相差幾列 假設相差零列 相差零欄 按確定的話 它會抓到你要的位置 零零的話 但是如果你改成什麼 第一個相差幾列 相差一列好了 你如果打勾的話 它等於向下抓 應該會抓到高三 如果相差兩列的話 會抓到合一乳 就正數往下 那這個數字的話呢是 藍 比如說你相差 一列一藍的話 一列一藍 剛好是誰呢 李小豪打勾 有沒有李小豪就抓過來 所以用offset可不可以把剛好東西做出來 也可以啦 只是說 學太多個 我怕各位會消化不良 這麼多 不過它的 主要的用途 不外乎就是我們這邊看到的 就是所謂的什麼 檢視與參照 就是讓你去 方便去查到 你要查詢的資料 其他還有像什麼adress 這個用到的機會蠻大的 參考到什麼呢 甚至可以參考到 那個 工作表的名稱 OK 這邊的話呢 我想 額外補充 說明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繼續再來看那個 我們內部的這個範例啦 就是 有關大型式算表 這個大型式算表前面有講過99乘8表 第二個其實就函數啦 你可以用column跟roll 可以把它完成 但是如果今天我不是用column跟roll 我要用公式完成 什麼叫公式呢 就是 1 在上面 1 乘上1 等於1 那我今天假設我今天不是用column跟roll 我是用 上面這個儲存格位置 然後and 這個應該 跟前面是差不多 只是差別 就是說我的來源 不是column跟roll 而是什麼呢 而是儲存格的位置 然後這個地方and 再一個雙引號 等於 and什麼呢 兩個最後相乘 b乘上 a2 兩個最後相乘 把中邊的地方 改成乘號 這個and 把它改成乘號 這樣打勾之後的話 再把它置中一下 那我想要 有沒有什麼方式可以向下 向右 一次完成 當然現在是錯誤對不對 這個時候的話 你要去思索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就是 那個藍 跟列 怎麼去鎖定的問題 鎖應該知道吧 就是按一個f4吧 可是你不能夠兩個都鎖 你想說 老師那我乾脆 全部都鎖f4的話 你向下 向右 全部都變1乘1等於1了 那不對啊 所以這裡的話 你要思考一個問題 如果大型四算表 什麼地方該鎖 什麼地方不該鎖 如果你鎖對了 一次就做對了 如果你鎖錯了 你就變成你要多做很多事 才能完成 那我們需要 用什麼方式 向下 向右 一次完成 那給各位提示 請你在對的地方 把它鎖起來 你不是按f4就好了 想f4全部鎖嗎 不對啊 什麼地方鎖 藍 什麼地方鎖 列 如果你鎖對的話 那就一次完成了 OK 所以這邊的話呢 請各位試一下 其實就像這樣 我大概做一次給各位看一下 好像這邊 其實只要鎖 列 鎖正確的列 鎖正確的藍 很直覺的 其實我都是 背一個公式 向下 向右 比如這邊向下 沒問題 向右 也沒問題 想說 怎麼這麼神奇 對不對 其實 就是有訣竅的 訣竅在哪裡呢 其實非常簡單 以後我的習慣是這樣 我只記得 反正呢 我的來源的列 標題列在第幾列 標題藍在第幾藍 我就把他的列 跟他的藍 鎖起來就對了 其他 我就 就是不用想太多了 鎖完之後 向下 向右 一次就成功了 這種方式 用在任何的四算表上面 都完全 一樣 OK 所以特別注意 關鍵就在什麼 你的列 你的列的標題在第幾列 你藍的 標題在第幾藍 鎖起來就對了 道理很簡單 因為那個位置 是不能動的 不能動把它鎖起來 可是另外一邊 必須要能動 所以另外一邊不要鎖 這樣就可以了 OK 試一下 好吧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了解一下有關那個 九者乘法表 我們不是用那個 Column跟Raw的方式 那再來就是說 後面還有函數 也有那個VBA VBA部分的話 當然你們可以想想看 有沒有什麼 按個按鈕 自動全部幫你填上去 好 好 謝謝